如果有人摸着自己的脖子 可能是出于本能地试图保护自己 他们显然是觉得不太自在 摸鼻子则表示对方在对你说谎 他们得检查看看 鼻子是不是像小木偶那样长出来了 挖鼻孔则代表了 他们因为有鼻水肝而觉得很烦 好啦 这是我自己家的 但也没说错啊 在交谈过程中把手藏起来 就如同他们对你有所隐瞒一样 有人在剥头发吗 哇 那是在和你调情啦 而且有你在身边 让他们觉得很自在哦 玩弄并拉着头发就并不太妙了 这可能是在填补冷场 或安抚神经的表现 从你的毛衣假装挑出头发 是一个转移动作 有人对你所说的话不满 却又不想直接讲出来 因为怕会冒犯到你 在树桌上敲打手指 是你在不耐烦或沮丧时 出于本能的让自己投入某些事物的表现 用双手搓手是个正面的迹象 就像是在说希望我们能共创双赢的局面 手臂交叉于胸前 是人们保护自己不受外界伤害的方式 尤其是那个正在跟他们交谈的人 你一定吓坏他们了 但是如果他们将手臂交叉在背后 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他们的愤怒转化成了平静 而且不再恐惧了 如果有人在握手时 也将另一只手握住你的手腕 就是在表达他们值得你的信赖 如果有人把手掌放在你的手上 则是在向你表达同情之意 不过是要马上这么做才算 如果你已经与某人握手了一段时间 然后他才决定将手置于上方 这就是一种告诉你 谁才是老大的方式 从下方握住某人的手 就如同在告诉他 你会永远支持他 万一有人在握手时离你太近 还动不动就用另一只手 触碰你的手肘 前臂或其他身体部位 则表示他们很需要陪伴 要怎么回应 就由你自己决定了 说到握手 你有发现 自己通常是用什么方式握的吗 在下方的留言区中告诉我吧 当你在和某人说话时 他们突然朝你倾斜身体呢 这是个很好的征兆 尤其是当他们也将手掌朝上张开时 这是他们出于本能地 在试着与你交流哦 如果有人向后请 那就是相反的反应 他们并不想与你建立密切的关系 如果他们是在坐着时这么做 一定也是觉得谈话很无聊 且跟你在一起不自在 是买一送一啊 想走人了吗 他们会直直地站着 肩膀自信地向后挺吗 这个权威的姿势 是在表达 我才是老大的一种方式 就像是尽量多占据空间 以显示自己的重要性一样 缩起身体则相反 你因为不确定 自己在这个谈话中 所代表的角色 而担心占了太多空间 给你个忠告吧 别再弯腰驼背了 姿势良好会更受人欢迎 而且更容易有升迁机会哦 试着仔细听 人们平常说话的语调 然后把那些语调 与他们对你说话的时候的语调 进行比较看看 如果他们喜欢你的话 他们的音调会更高哦 当别人在说话的时候 特别注意动作性的词汇 有些人会说 我决定去做某件事 而有些人则只会说 他们做到了 这是个很大的区别 因为这样你就知道 谁更注重自己的行动动作了 当人们在笑的时候 他们会看着 在团体中自己最喜欢的人 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和我们喜欢的人 分享的情感 而我们也需要对方的了解 如果某人在和你说话的时候 闭上眼睛 这并不代表着他们不想看到你 通常这代表着 这个人非常专注 想说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闭上眼睛这件事 只是个告诉你 现在你需要仔细聆听的信号 磨下巴 是在表示 我在自己的思绪里陷得太深了 都快要跳出现实了 如果一个人开始擦拭衣服 但衣服上却没有明显的 污垢或灰尘的时候 代表这个人强烈地反对某件事 但却还没有决定 是不是要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揉眉毛或额头 是一种打破眼神接触 并且唤起思绪的方法 可能表示 这个人已经处于某种困难的情况中 而还要在分神去想到其他事情 对他们来说 有点难以承受 试着控制你的瞳孔 你办不到吧 有时候 教你这么做的人也不行 例如 当人们看到 他们想见的人的时候 他们的瞳孔会放大 当人们在听你说话的时候 瞇着眼睛 这个迹象表示 你的想法 可能不会获得对方的赞同 瞇眼是个信号 代表人们不相信 自己所听到的内容 并且对此有许多的疑问 如果你想透过 给别人一个 你练习过很多次的特殊眼神 来吸引对方注意的话 那就别因为 他们没注意到而气馁 一般来说 人们需要三次才能了解你所发出的任何信号 如果你注意看人们思考时所看的方向 你是有可能可以读懂他们的想法的哦 如果他们向下看再向左看 这意味着他们正处于自我的内心对话的状态 而且正在决定些什么事情 同样的 当人们试图记住某件事 或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的时候 他们会向下看再向右看 我今天通过了一门考试 和我今天通过了另一门考试 这两者差别不大 但是请注意 一字之差可以造成很大的不同 这个另字表示这个人想要证明自己在某件事上有多厉害 或者他们只是想吹嘘自我罢了 如果你想要别人对你好一点 那就扬起你的眉毛 这表示你现在很脆弱需要被保护 人们自然就做出相对应的反应了 如果人们喜欢你 并且希望你也喜欢他们 他们就会模仿你的肢体语言 你可以试着在谈话时 做出一些特殊的姿势和手势 如果他们模仿你 就代表你正在成功地赢得他们的好感咯 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 老师经常问全班同学有没有任何问题 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在尴尬的停顿之后 老师会变得有点无奈 经过这样后 你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可以这两个字 提出问题和提供建议 是表现你有兴趣的好方法 这对讨论的问题和交谈的对象 都十分有益哦 这么做能够让另外一个人 觉得被重视和被尊重 你能够给我一点建议吗 该怎么样让这个清单变得更好 毕竟大家都喜欢帮助别人嘛 只是要记得不要一直发牢骚 没有人喜欢那样 请让谈话保持正面和有建设性哦 不管喜不喜欢 多数人都是从最容易判断的来源 也就是你的外观来形成第一印象 选择适合谈话的风格跟装扮 如果是谈感情的话呢 不用穿到西装了 不要把对方说服得太过头 这可能会使对方感到不安跟压力 当你给出选择的时候 表现出尊重 而且不会让对方处于不利条件的意愿 即便对方没有向你要求回报 也要向他们表示感谢 即便是小小的象征性礼物 也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哦 当大家觉得你是一个感恩的人的时候 你的名声就会为你带来笑意了 先从眼神交流开始 要求事物的时候 不要害怕看着别人的双眼 你只是很诚实地表现自己的需求 人们通常都很喜欢这样 如果你的眼神飘忽不定 那么对方就不会信任你 即使你正与不认识的人聊天 也要先记下他们眼睛的颜色 这能够为你提供眼神交流的理由 同时呢 也能称赞对方哦 找到彼此共通的地方 也许你们有着相似的爱好 或者相同的日常问题 可能你们都喜欢看漫画 任何事都行 提醒对方彼此的共通点 并以此来进行论述 不过要保持正面 不要扩大彼此的问题哦 不要交叉你的双臂 也不要收在后方 这是防御性的姿势 表明该谈话对你来说 是一件相当讨厌的事 在大多数情况之下 你马上会看到 对方也在模仿这个姿势 从这一点来看呢 这场谈话已经可能没有共识了 另外一个技巧是 模仿正在交谈对象的姿势 这能够让你在与其他人相处的时候 发挥作用哦 研究显示 人们喜欢自己的名字被大声呼喊 在对话中说出对方的名字 是建立信赖关系的关键哦 第一次见到某人时 请记住对方的名字 并在随后的对话中使用到他 人们很喜欢自己名字的声音 这可能有一点难 但它会让你显得非常有风度和体贴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那就是汽车销售人员经常会使用的这种技巧 如果你在说话 而对方在对你微笑 可以看看对方的眼睛是否有皱纹 如果他们虚情假意的话 就不会有 这招同样适用于判断 你朋友是否真的觉得你的笑话很有趣 如果他们真的在笑 他们的眼角就会有皱纹 如果没有 他们就是装的 口香糖会让你看起来有在认真参与 并会欺骗你的大脑让你感到舒适 你的大脑将发送一条讯息 例如我们肯定没事 因为如果我们处在真正的危险中 我们会跑走的 另外脚口香糖也算是你在做某件事 因此它会让你感到更加放松 这是办公室生存的必备知识啊 你曾经搞砸过工作 并且知道你下次开会时会被点名吗 坐在老板旁边 或者是在生理器的同事旁边 你和他们的亲近肢体接触 会让他们感到不舒服 并且他们不太可能对你大吼大叫 或再引起更多冲突 这个诀窍在初次约会或工作场合下的效果很好 据说人们记得最清楚的 是某件事情的开始和结束 例如约会面试会议 试则最先或最后被面试 成为第一个或最后一个进行展演的人 把约会计划在一天的开始或结束 你会接到后续电话的 彩蛋 确保你的手是暖的 和潜在的未来老板握手时 温暖的手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即你是一个热情友善和开明的人 这也会让他们感到舒服的喔